合扯 滴滴滴 嘿 滴滴滴 嘿 乃論 嘿 Go 阿 阿 小姐 起腳 有東西要幹嘛 Go 開 拉高一點 上段 乃 那比較著重的是在腰部的力量 跟大腿膝蓋的力量 再來就是腳踝的力量 身高高达190公分 他是跆拳道国手罗嘉玲的父亲罗文祥 女儿183公分的好身材 就遗传自爸爸 脚踝起脚的这一段是爆发力的来源 脚踝的训练占绝大部分 罗文祥是一位跆拳道教练 自己过去也是选手 曾经代表台湾参加亚洲 和世界跆拳道锦标赛 开设跆拳道馆超过20年 有时候会 动作要做好一点 然后如果一直脱懒的话 就可能会被练一下 踩准平的平的不要往上飘 面对学生不假词色 不管对方是男生女生都一样严厉 罗嘉玲从小就在罗爸爸 这样的训练下成长 刚开始体能是真的不好 尤其跑步 有一次就是在后面 那个草丛里面 简直跟竹子就在后面喊说 你都被我追到我就打你 他边哭边跑 结果跑得比我还快 一头短发身材高挑 穿着蓝衣服的罗嘉玲 从幼稚园就开始跟着爸爸 在跆拳道馆长大 哥哥罗玉成也是跆拳道选手 罗爸爸要求兄妹俩 在道馆必须称自己为教练 不只从不放水甚至还对儿女更加严格 爸爸在道馆就是一视同仁 那可能甚至比对我比其他学生还要来得更严厉 在道馆的这一个环境 跟在家的这个环境 你要把环境搞清楚 在道馆那我就是你的教练 你不可以要抱着大腿 我在那边哭当然不行 但是回到家 那你就是我的女儿 因为他要做榜样 所以有时候对他们要求会严格一点 那其实他们在小的时候 也许他们还不懂 懵懂懂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 别人总是羡慕我去过很多国家 其实我反而羡慕同学可以随心所愿地享受女士 曾经羡慕其他同学下课休息 可以出游放松 自己却得埋头苦练 再加上比赛难免受挫 让罗嘉玲一度想放弃跆拳道 有时候就会很想要 不要练跆拳道 然后就跟同学们一起去玩 小时候的话我就是 爸爸他们都会跟我讲说 我们的路跟别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坚持自己的 坚持自己走这条路 那你既然选择他 那你就是要走完 那就是要势必要舍去一些 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挫折一定会有嘛 刚开始不是就金牌了 刚开始也是被打着哭回来的 又瘦又高的罗嘉玲 也曾经输掉比赛 但在父亲严格的训练下 罗嘉玲逐渐累积实力 国高中时期还连续五年 在全中运跆拳道比赛中拿下金牌 这是105年 在他国二的时候是全中运第一名 到一直到106年 107年 然后108年到109年高中结束 那这五年当中 他的全中运都是拿到金牌的 罗爸爸罗妈妈开心分享罗嘉玲 历年来的辉煌战机 奖牌多到百满一整桌 2016年罗嘉玲就以最小年纪 在世界青少年比赛得到冠军 并在2018年再度未免金牌 这一个是2018年的世界中学的运动会 那一年在摩洛哥 他也是拿到金牌 那同年他在这个运动会里面 他拿到是最佳的女运动员奖 青少年时期依旧获奖无数 罗嘉玲从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 吸收成长养分 任何一个比赛 有输有赢 那输的当中你怎么去成长 那赢的当中你怎么去做调整 那我是觉得让选手有多出去接触 不同的选手 因为打法每个都不一样 那他在比赛当中 他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经验 学习运动的小孩子 其实抗开性都比较好 因为他就在不断的比赛当中 起起伏伏 输了怎么去调试 希望这些都是他很好的一个基础 让他以后能够在这条路上 能够走得更顺 开心也是一时的这样 就是你要不要把他分得太重 长远的目标还是 就是希望2024能拿牌 为了提高实力 罗嘉玲说自己曾在一年内 提及多达10万次 参加超过250组对战 年纪轻轻就身经百战 罗嘉玲不把得失心看得太重 继续在每场赛事中 提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